据总统新闻办消息,11月20日,蒙古国总统呼尔勒苏赫接见即将离任辞行的日本驻蒙古国大使小林洪之和印度驻蒙古国大使辛格。 呼尔勒苏赫总统接见小林洪之大使时指出,在蒙日两国建交50周年框架内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成果,双方商定将战略伙伴关系深至为和平与繁荣发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小林洪之大使指出,近年来两国合作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并表示将接近全力进一步扩展各领域关系。 期间,呼尔勒苏赫总统向小林洪之大使授予北极新寻战,以表彰他为发展两国合作关系以及制定为和平与繁荣发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纲领,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小林洪之大使对蒙古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给予的全方位支持表示诚挚感谢。 同日,呼尔勒苏赫总统接见新格大使时指出,新格大使担任驻蒙古国大使期间为扩展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政治关系、落实重大项目和计划等做出的重要贡献。 新格大使对在安全、国防、采矿、电子通信、教育、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扩大合作表示感谢。 他还表示将继续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并按计划投产建设链油厂项目。 新格大使自2019年起担任驻蒙古国大使,在疫情期间捐赠了印度疫苗,并为通过印度政府无产援助在乌兰巴托,设立网络安全中心、信息通信外报中心和建设文印友好中学等合作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